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33岁的李沁为何无人敢娶 看到她的泳装后 网友,一般人真不敢娶 有人说,李沁的长相是直男最爱的长相之一 浑身上下没有太多的脂粉器 有一种既清纯又脆弱的美好 虽然不算明媚型的第一眼美女 但笑起来就给人感觉甜甜的 只想好好呵护一番 但不知道为什么 被称为直男展的李沁33岁 至今无人敢娶 可当看到她的泳装照后 网友们这才心知肚明地说道 一般人真不敢娶 从图中可以看到 李沁穿着一件高饱和肚色系的泳衣 和男嘉宾在水中牵手站立着 水很清澈 李沁也显得越发清纯 因为高饱和肚色系这种明亮的颜色 会给人一种充满活力和精神焕发的感觉 穿上高饱和肚色系的泳衣 无论是在水中还是在水岸上 都会感到一种活力满满的少女氛围 同时 李沁的皮肤属于天生的冷白皮 本身就白的发光 在与高饱和肚色彩下 硬称的肤色就显得更加白皙 如果女孩皮肤比较暗淡 也可以选择高饱和肚的泳衣颜色来进行穿搭 能让皮肤看着更加明亮 李沁的好身材是娱乐圈公认的 只是她平常穿衣都比较偏保守 这一点在她选择泳衣的款式上就可以看出 她不像其他女星以大面基督夫来制造性感美 而是穿着一身白色披肩来制造朦胧美 在水岸上还有一种仙气飘飘的感觉 一下到水面上 学仿制感的白色披肩就被打湿了 轻盈感消失 却多了几分俏皮的妩媚 配合上她调皮的吐蛇小表情 阳光打在耳后呈现出一抹害羞的粉色 这一幕真的太美好了 之所以会让李沁显得更加清纯脱俗的原因 不仅在于穿搭 还在于她的发型 脑袋上扎着一个高丸子头 耳边几缕小碎发搭拉在脸上 看似简单随意 却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小心机 因为蓬松的高丸子头会让她卢顶显高 相对应的脸就自然显得更加小巧精致 水面上的风一吹 碎发飘逸在脸颊上 让李沁有一种天生的氧气美女的氛围感 再用荧光绿的挂搏元素来吸引人的目光 使人在视觉上更出众 哪怕她只是浅浅笑着 就很容易散发出一种平淡生活中美好的感觉 所以当她和魏大勋在水中牵手时 魏大勋哪怕是刚从水里钻出来都看呆了 那一脸痴汗的样子怎么看怎么滑稽 大概心里想的是 清水芙蓉的女子 大概也是如此了 可这还不是最绝的 当节目播出后 两人在水下迎面一吻的照片立马火遍全网 李沁的白色披肩在水里自由又飘逸 恰巧浮动在了脑后 美得好像神圣的婚纱 荧光绿的泳衣套装用绑 带细在腰两侧 硬衬的小腰又细又嫩 整个感觉唯美又浪漫 这难道不是我们印象中偶像剧里的情节吗 果然 李沁直男展这个名号是跑不了了 屏幕后的你 心动了吗 屏幕后的屏幕后的屏幕后的屏幕